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接現在這個職位的時候 很多媒體朋友都問我說 張正偉你對於台灣雲端運算 是不是很有希望一定會推成功 老實說我心裡面答案是 一點都沒有信心 成功的希望其實不敢說非常渺茫 但是非常挑戰 為什麼呢 剛才其實我們的Ben已經講了很多 換腦袋啊 換腦袋本來就不容易的事情 對不對 很多觀念 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碰到什麼挑戰 我們腦袋裡面什麼觀念要換 第一個問題 哇 東西要擺到外面去 不要擺在自己家裡面 安不安全 我們先不要講雲端 我們先說五十年一百年前 銀行剛開門的時候 我們家裡面的老公老阿嬤 要把自己家裡面 原來放在床底下的鈔票 拿去銀行裡面 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存到銀行裡面去以後 甚至早年有人說 我去領銀行的時候還我一張鈔票 這鈔票不是我當初存進去那張鈔票耶 今天一樣的問題 今天 你根本 你說我放一個電腦到一個雲端的資料中心去 我用到的這電腦 根本跟我放進去 說不定根本是不一樣的機器 有人會說我用的不是我當初擺進去那部機器 我好像吃虧了 當初你那張鈔票放到銀行裡面去的時候 人家還你一張比較新的 從來沒有人覺得說當初吃虧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今天這個境界 說好啊 那你覺得今天有很多人 把家裡面的金銀財寶 珠寶放到銀行保險箱去 他怎麼敢放出去啊 因為銀行保證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 對不對 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我們說我們把我們的東西 擺到雲端的這個網路 跟雲端的電腦上面去 當然這些業者要能夠保證 比你家裡面更安全的一個環境 那當然你就會說 那我自己公司裡面 安全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我盡我的每一份力量 難道雲端的這些業者可以嗎 當然 剛剛我們被人說了 他要是不可以 他就不要吃這行飯了 對不對 所以當然要可以 第二 那個雲端的製造中心很花店 很費稅 我宏基以前那棟五層樓的機房 一年的電費要4億新台幣 地下室的儲水槽有6000噸的水 人家說 那這個一點都不環保 對不對 可是各位我問問你 今天我們為什麼 鼓勵大家做公車 做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 你一公升的柴油 汽油能夠跑幾公里 跑兩公里了不起 你自己的這油電車 一公升跑了十公里 蠻有可能的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鼓勵大家去做公車 不要開私家車 因為公車有這經濟規模 同樣的 今天我們鼓勵大家 把這電腦 全部擺到雲端資料中心裡面 透過雲端資料中心的 這經濟規模的運轉 可以讓你做到 每一個電腦用的水跟電都比較少 但是有人說 像我以前的老闆 我們王政堂的董事長 就說 可是 現在有這企業的社會責任 在算碳足跡的時候 全部都算到紅機頭上 怎麼可以呢 當然這個碳足跡的算法 還沒有大家一個公認的做法 當然碳足跡 不可以算到紅機一個人頭上 要算到誰頭上 這個資料中心裡面 有誰在用 用了多少電 照比例去分攤那個碳足跡 同樣的 今天如果說Google 到剛剛你說 張濱工業區這個Data Center 那也是一樣啊 Google這個Data Center 我估計它以後一年電費 大概至少20億跑不掉 那這個碳足跡算到誰身上 算到Google身上 或是算到台灣身上 不行啊 說不定這個Google的資料中心 服務了亞洲、日本、韓國這些國家 碳足跡要算到韓國、日本身上 絕對不能算到台灣身上 台灣是在替整個世界的環保 盡一份力量 從這個資料中心的觀點來講 什麼挑戰 剛才講到軟體 這軟體有什麼問題 各位你看報紙 這個我們張惠妹阿妹的演唱會 開賣那個票 還沒有賣完以前電腦先當機 幾年以前農曆年除氣的火車票 還沒有賣完以前賣票的伺服器先當機 這些都不是硬體的問題 這些都是軟體的問題 當年大家說 可是你看 我們現在開始鼓勵大家寫這個Apps 手機上面的Apps 對不對 那會寫Apps 這個軟體有什麼難的呢 各位我請問你 憤怒鳥 在你手機裡面跑憤怒鳥的時候 那個軟體幾個人在用 你一個人在用 對不對 我請問你 賣火車票 除氣火車票 在賣的時候 開賣的時候 多少人在搶火車票 至少上千上萬人在搶火車票 一個軟體 同時給一個人用 給一個人用 這寫軟體的方式 絕對不一樣的 台灣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一個大問號 不知道 那你說我們台灣要不要來做呢 我先說這個 你如果看到Google的Gmail 大家說Email好不好寫 Email是最基本的一個功能 好像很好寫 各位 你如果看到Gmail 有多少人 Google公司裡面有多少人在寫 你就不會想再去做一個Email 跟他競爭了 我跟你 大概我們從來沒有去過Gmail的部門 Gmail部門大概自己佔了一棟房子 差不多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說 要開發這些軟體 不是那麼簡單 最重要的是說 交易行為 本身技術上 就還沒有一個解決方案 我什麼叫交易行為呢 就是說 剛剛講火車票 除夕下午的黃金時間 那一班 太魯格號 只有八截的車廂 四百個人 這四百張票 同時有一萬個人在搶 這個時候每一個位置 一瞬間會被賣掉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馬上變掉 這個時候你說 我把資料庫 copy 十份二十份 讓它同時很多人去讀取 對不起 瞬間之間 一個票 賣掉 一張 一個位置的票 賣掉 資料庫裡面馬上去更新 說這個票 不能再賣給第二個人 這個時候 你怎麼把資料庫 copy 個十份二十份 讓它同時 給很多人去上 這個技術瓶頸 段期內還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一點都不簡單 最後 我們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說 雲端從底層的 infrastructure 到中間的 platform 到 application 當你從底下往上走的時候 這個特性會在變的 底下 infrastructure 比如說 賣很多伺服器 這個時候 產值很大 以產值為訴求 但是你寫到最後 這個應用軟體的時候 它價值很高 比如說 我們講我們的健保軟體 我請問你 我們寫了一套健保軟體 全世界可以賣幾套 只賣台灣這一套 因為只有台灣 在做我們的健保 大陸的健保 美國的健保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健保 從一代到二代 馬上改 我們軟體馬上要跟著改 你希望這個健保軟體 可以賣第二套嗎 門都沒有 世界上沒有第二套 但是呢 你說這健保軟體 有沒有價值 當然有價值 你在看病的時候 去靠這個軟體 全台灣都靠這個軟體 價值非常明顯 可是產值呢 大概就是 當初健保局 給某個公司 不知道幾塊錢 做了這套軟體 一點產值都沒有 反過來 我剛剛講的說 這個伺服器 全世界賣了幾萬套 幾十萬套 都有可能三百萬套 可是呢 我們說 A排到B排的伺服器 其實沒有差那麼多 所以這個裡面 大家強調是這個產值 那我們現在要去開發 這些應用軟體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我們台灣有沒有機會 我說台灣或許有機會 或許沒機會 我們要開發一個應用軟體 去造福我們的健保的人 造福我們以後 有電子發票的人 這個時候啊 我們要講一句 以前鄧小平講過的話 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不管是本土的產品 非本土的產品 只要幫我們把健保軟體做出來 讓我們看病順順利利的 它對我們就有價值 所以我們先用 不管國內國外的軟體 先把我們要給大家的福利做出來 然後呢有一天 我們摸清楚說 原來國外的軟體 是這麼一個運作法 我們在如法炮製做一個國內的 有一天把它換掉 但是我們最後的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應用在雲端上能夠推展 讓大家每個人都舒舒服服的 最好是不要看病 但是一旦你要看病 就是很簡單 沒有什麼資料不通的問題 你要買火車票的時候 可以說 再長的假期 你也可以一秒鐘裡面 買到你要的火車票 不要一天到晚聽到說 對不起 請你五分鐘以後 等一會再上機 因為現在主機正在忙 以後我們再不希望看到這些畫面 謝謝 謝謝 謝謝